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一个落手 包括在之前在一滴机的时候他的一个青钢影的发挥都特别的好 他其实就是之前那场见机不是有点出车祸的意思吗 但是真的是可能新人紧张的原因吧 我觉得上限比较大吧 因为其他很多的选手对于他的一个水平都是有非常大的肯定的应该说 所以还是比较期待他下期赛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吧 当然除了青钢影之外的话 他之前在金战当中的一个奥恩表现类相当的好 还有弄手嘛 好 首先看一下这边给到的是苏宁上单的狼行 打野海可 然后中单的芬芬 然后下路入飞月和用 芬芬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有换人的这一个角 这是 这边是危机的一个手法 上路奥迪 打野Swift 中路火雨 下路Snow和凯威迈 对的 AZ这里的话换的人其实相对于苏宁来说是多一点的 因为他们的上路和AD都有更换嘛 龙哥的话其实一开始是一名非常厉害的选手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确实状态没有一开始好了 换上奥迪的话应该说上路这条路是属于充满升级的 我觉得是可能性很大 就各种可能性都很大 对的 但是AD位置的更换的话怎么说呢 就死刀这名选手之前给我们呈现出的 包括看他以前的战绩 虽然说不是那种carry能力特别明显的选手 但是比较会找输出位置 因为死的很少 可能队伍不会围绕他做很多的一个体系 但他自己的本身的一个稳定性 会给自己的一个队伍吃一颗定心丸 对的 当然小段的状态的话 他在第一天的比赛里死的稍微有一点点多 小段的话 我个人感觉他这名辅助选手的话 他的进攻性很强 但是他的一个防范意识稍微差了一点 防范意识稍微差一点 对 不过也确实这个版本 因为你像他如果打泰坦之类的英雄的话 可能团队里面主要的先手就要交给他了 是的 所以没有什么办法 而且这个下路组合的话 相信还是需要多磨练一下 对吧 多多磨合一下吧 他们的对手的话 其实苏宁的下路是两个韩元 所以沟通起来可能都是差不多的 一起磨合了已经很久了 最主要的是苏宁的中单 换上芬芬以后 看他们初步的一个适应能力 这个团队能不能融合进去 因为芬芬的话 查询了一下 他在春季下的时候没有上过场 他最后的一次上场是在去年 现在的时候上过 所以说在半年 间隔的时间比较久 对这么久没有上场的话 看他初步上场的时候 他的一个团队的一个融合能力怎么样 对 而且毕竟就是你在训练赛里面的表现 和在正赛里面的表现 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这种氛围啊 包括能够呈现出来的 确定的一个结果 其实是不一样的 而且私下 我们今天也和洞哥聊了一下 洞哥说 纷纷他的一个idea的来源在于 他买喜欢贝多芬 对 所以说他的一个 致敬伟人 对 致敬一下 对的 而且好像 洞哥说他对 就是那种刺客什么的玩得还挺溜的 印象比较深的是 他之前玩的一个一手卡萨丁 是特别的强劲 对 卡萨丁到后期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不打折的一个AP刺客 对 不过这个版本卡萨丁的话 是不太好上场的 算是T2以下的一个级别 因为这个版本实在是太多那种 各种大汉或者刺客 不太需要发育的这种 其实这个版本 我一直挺期待一个英雄上来的 就是角跃 因为他比较符合现在版本的节奏 就知道6级之后 带节奏的能力非常的强 尤其是如果说带TP 带TP的话 支援编路的能力 会比一般的中路都强 但是角跃有个问题是 还是相对来说 6级之前比较怕Gank 因为现在不管是 洞手啊 谢鬼和瑞兹这种 很难死的这种登场率比较高 是因为 现在打野太强了 因为打野的话 如果你选一个 比较怕Gank的人 如果打野一直盯着你抓 你就很难受 是的 而且确实角跃这个英雄 前期需要推线吧 推线的时候 比较容易被Gank 而且前期配合打野的能力 又没有那么的强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那刚刚散光也有提到 就是现在版本打野的一个问题 其实对于两边的打野来说 这个版本都是一个挑战 因为Hacker之前 用肉坦来打野比较多一些 好的 那这边已经进入到了比赛 今天的第一场 SNG蓝色方 VG在红色方 看一下 BP 苏联这边的话 先把奥迪的一个轻杠语拌掉 包括一个左翼 左翼在这个版本的一个优先界值 特别高的 是的 在中路 它应该是法式里面 优先级最高的了 中路的话 是的 VG这里扳掉的是 一手露露和一手 卢西安 卢西安在这个版本的话 在常规AD里面 是胜率最高的 最高的 而且在这几天上 上了有13次左右 卢西安 他的胜率在百分之60至70之间 特别的高 可能是因为 因为这个英雄能特制的原因吧 就是前期比较灵活 而且打爆发的能力非常的强 主要是不太需要太多的装备吧 对的 接下来 孙女之妹又把莫格纳给扳掉了 然后 VG这边也是双方别让下路扳了很多 洛也给扳掉了 扳掉了 洛一手抢了盐阙 这个盐阙 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的可能性 期待他去打野的 毕竟现在打野盐阙 真的是 不用不知道 用了之后会觉得 大部分都会去打野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对 不过昨天在LCK比赛里 好像有一场是 中单 中单 他是出了一场盐阙 但是这个盐阙是中单 让很多人大失所望 是的 VG一楼 考虑一下拿什么 老牛现在踢里还可以 主要是因为场下颁了俩辅助 三个辅助 由头锁下 孟严锁掉 这前两手的话 进攻性特别的强 对的 亮了这手卡萨丁 这卡萨丁 不知道拿不拿 他万一要拿了的话 就 盐阙直接就可以 只能说是逆版本而行吧 毕竟是自己的招牌英雄 我估计是亮一亮 因为这个逆版本 逆得有点多的 吸血鬼 吸血鬼现在可走的位置太多了 上中下全都能走 三条路都可以走 而且吸血鬼是面对孟严 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孟严 他碰到吸血鬼的时候 他不可能去用大招切了他的 羽刀锋 羽刀和吸血鬼 对的 目前这 羽刀锁中的几率也比较大 但是 羽刀现在主要是他上路打战士 没有在中路打法师那么好打 是的 VG的三楼拿什么 剑魔锁了 剑魔最近胜率有点高 而且 外面还有诺手的情况下 剑魔其实选出来不是很怕诺手 也不怕萌多 就现在目前放出来的上单 诺手 萌多和炼金 其实炼金都 剑魔都可以打 都不怕 是的 毕竟是一个走战带 非常强势的英雄 对线的时候也是101的强 可能度过前两级就好了 他前两级的时候会比较弱一点 等级高了就很强 看后手的扳人 先把贾克斯扳了 贾克斯最近 是有人会选用来打野的 不过这个分路的话 我感觉 延确很有可能去打野 这个贾克斯可能是把 狼型的贾克斯给扳掉 就是不让你上路 拿一个稳定空 是的 后期的话 孙琳把一个乌鸦给扳掉 确实乌鸦在中期的一个 作战能力还是很强的 并且乌鸦现在也可以打ADC 嗯 恶鸦给扳掉了 虽然不怕 我之前查战绩的时候 好像史诺有练一下 那个AD位者的乌鸦 对乌鸦AD都 其实这种法坦都可以 包括瑞兹也可以的 对啊 现在下路的瑞兹和吸血鬼 应该是两个最 比较常见的AB 对 卡莎 这边把凯南给选出来 确实凯南在这个版本的话 我前面也提到过嘛 就自保能力强的C位都可以选 凯南的话打AD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可以打呀 而且凯南打AD 在很早之前 Reckless就是一个必备英雄了 嗯 而且前几个版本 凯南的一个W 包括E技能 这两个技能 在AD方面的一个加成是很多的 嗯 算是一个小改革吧 不过对于ADV来说 算是一个小加强 是的 苏宁的后两手 先把上路的奥恩给锁了 辅助拿什么 来手开团 辅助方面的话 如果想配合进攻型的话 宝石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想保护一下货牌的话 塔姆也是一个选择 看苏宁的一个团战思路 他如果选宝石 就是要和你强行打一波 对的 来 这边宝石锁下 奥恩开团 配合宝石的一个反手跟进 嗯 在一个外卡赛的时候 奥恩也打过ADC 所以说 论百本而说的话 其实这个戏鬼 也是有小几率不打这个ADC 对 但是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小 是很小的 但是也要提一下 嗯 提一下提一下 快乐风男 这边最后一手 应该是火雨的一个中单 哎 雅锁锁出来了 老牛配合快乐风男的 一个大招 嗯 有搞头 而且 如果可以的话 可能打中也不是不行 所以说这个 这个VP的这种摇摆位置 很难去猜的 现在是真的终极摇摆 因为以前 你可能最多两个英雄摇来摇去 现在是有可能三个英雄 最标准的就蓝色方的这个 对吧 什么都可能 走哪个位置都有可能 下路组合的话 是吸血鬼和宝石 中路的女刀锋 配合着炎雀达野 和上路的奥恩 北极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武战士充脸的一个阵容了 这边是孟爷和牛头一马当先 后续的话 亚索跟上 确实非常的凶 感觉有点怀念八点十的版本 那个时候 大家还有些单纯和拘谨 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个亚索登场 就会开心的不得了 现在内心平静如水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滑板子的阵容觉得挺正常的 因为平时自己玩的这些东西 反正现在什么都有 就是AD不是朋友 AD的话太考验一个选手的 去适应版本的能力 因为你需要太多的英雄 要去练了 如果你练英雄速度比较慢的话 很难适应这个版本 对啊 现在版本里面 就是能出的三个AD 基本上卢西安算一个 然后EZ卡莎 也就这三个AD是比较好的 然后当然老贼什么的 拿出来大嘴这些我们就不熟悉了 所以你所说的这四个常规AD 是这个版本基本上唯一可以选择的 其实大概都是一些法坛 或者一些战士战路的那种 对的 你像传统AD 比如说女警 钦克斯 维恩这些就 对 这种传统后期暴击能力的这种 走暴击的 这个两个班本还是选不出来的 嗯 而且刚刚说到的主流AD 也有一点点被压所磕 嗯 从我们德威的比赛里面 就非常明显的能看出来这一点 包括刚刚有提到的大嘴这个英雄 中路的 宇刀峰打剑豪 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这个对位 很有可能出现对位的一个击杀 两边这种选定就位 那我们也是 跟随着梅塞特斯奔驰 进入到我们的召唤师峡谷当中 也是今天的第一局比赛 好的 进入到比赛当中 蓝色方苏宁 红色方VG 今天的第一场对抗 奥迪的牌子还是有点秀的 这边苏宁要选择初步进攻野区 一级的话感觉苏宁这边 容错力特别高吧 这边的一个阵容 一个是吸血鬼 对 再加上宝石和女刀 这几个英雄自绑力都特别的强 对的 在面对危机这种 纯刺可流的阵型方面的话 容错力是个很关键的一点 而且两边的打野其实到 就是前期的干可能力都没那么强 但是到六级了之后都会发生一个质变 是的 即使浮温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颜鹊这里带的是电行 这边一席的话 利用一个一席团的优势 先把这个红buff给反掉 不知道威胁这边是有没有意识到 孟严这边看着他的一个动向吧 如果第一时间去苏宁的一个红方 还有机会挽救一下 对的 但是他去打三郎了 那这样的话 颜鹊是有机会三buff开的 但是在这个版本的话 打野丢一个buff不是差特别的多 因为这个版本的核道蟹 比大幅比buff这个价值还要高很多的 现在最牛的就是核道蟹 对 基本上谁能够碰到第二组核道蟹 谁就很舒服 掌控野区了 来了 这时间来还是可以的 但是已经被视野看到了 这个时间点来的话 牙锁选择 牙锁选择占一下位 就是告诉你我是知道的 应该能成功打下来 因为颜鹊这边是急着去拿核道蟹 并且视野看到了 那这个自己加的红 应该是孙宁选择让点 那这样的话 只是一个正常的换buff 老牛也怪了 毕正老牛 加上凯南的话 前期对线还是有一定强度的 应对上孙宁的下路组合 好 这一盘其实 随伏的一个发挥是特别关键的 对于对际 因为在孟魇 他是一个候选 候选 候制位 嗯 他选出来之后 其实到六期之后 他的一个大招 比较counter延区 因为延区很怕这种突击 对了 所以说看一下这盘 hiker的一个 我觉得怎么趋劲对孟魇 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来上半区刷一下 现在吸血鬼带 上古前臂的话 我们之前也是有见到了 虽然说 捡的那个回蓝吧 回蓝前臂对他没什么用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东西算是前期 能给他补给经济最好的装备了 而且吸血鬼本身 他的一个对线 也不太需要其他的辅助装备 去支撑他 来了 奥迪这边是有被动的 苏妮这边看到有被动之后 没有几杀星 对了 而且沿途没有抬到 这边等背后 被动没了之后 感觉奥迪这边很危险 回不了家了 后续的话 看一下苏妮这边 怎么说又来了 谁去打先手 这里走位 走位要扭一下 撞一下 那这个地方 两个击飞 对 这一波的话是 卡了一个奥迪的被动 卡得非常的理智 医血直接载掉了 是的 主要是他在那个位置的话 没有被动的时候 闪现交不出来 中路的对拼 两边还是比较稳的 补刀也差不多 一刀 刷新被动打一套 打一套 半血没了 中路这边的一个对线情况 感觉拼得很火热 但是没有双方都没有压刀 因为女刀带的是腐败药水了 嗯 在前期的回复能力会比较强一些 雅索没有很主动的上来跟他换血 奥文把小兵甲做出来了 但是建模的话看得出来 因为前期这个人头 哎 要 这边 但是要牵死了 后续的话就打了一个一换一 直接单吃了 打野过来收了这个人头 海克尔还在蹲 怎么说跳上来了 这边有点危险 但自己本身是会闪现的 这不是有闪的 这不是有闪的 但是被动怎么说 好像要交了吧 被动要交出来了 然后手势 很难走了呀这样啊 这样的话 盐确拿下人头 他是连续两波蹲炸了呀 把上路奥迪感觉打得有点心急了 对啊 因为刚才Swift在中午已经亮相了之后 并不知道海克尔的位置 奥迪还上去主动去出击 稍微有点上头 因为当时那种情况的话 如果盐确在附近 肯定是要出去的 上路这个连续被淹了两波 海克这两波节奏 围绕上路打出了很不错的一个效果呀 看他还要不要去上吧 现在上路基本上已经有点小炸了 很难去帮了 剑谱这个英雄是需要打优势的 对 剑谱这个英雄的话很容易滚雪球 但是也很容易被滚雪球 对 就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英雄 尤其你像蓝色方的上野 一个强控 配上一个伤害非常高 爆发非常高的炎雀 嗯 有点无解的 这边炎雀三在中路周围做一下视野 随附的这边还是差 一半经验才到六级 但是开始绕后了 看一下苏宁这边下路 已经让过来了 有意识到有意识到 老牛二连连起来 凯南跟上 怎么说 闪现交出来了之后 恐惧 恐惧没有恐惧出来 差一点点 最后脱离位置了 这一波只能说苏宁的一个下路的意识很到位 他看到牛头往前逼走位的时候 宝石已经 但已经比较转了嘛 打掉了宝石的闪 嗯 苏宁这个下路组合到了六级之后是很难死的 宝石有大招 然后卸尾也选择 竟然到六级之后 孟严选择的就是上路或者是中路 不过上路这么肉也很难杀 嗯 所以说孟严这一盘的攻击对象 比较爽 孟严这盘只能抓这个炎雀了 其他的 中啊 上啊 包括下路都是不是很怕孟严的一个突进 嗯 但是炎雀又挺肥的 对这个炎雀确是很肥 中单的女刀 回家之后先把布甲鞋做出来了 没有选择 做对线强势的耀光之类的装备 嗯 不过下路这个对线 利用这个组合的优势 死龙这边还是打出了 20 补刀的一个优势 嗯 还好 这里是上古之盾 配合着上古钱币的一个 收益 塔下来说的话 补刀还算可以 对 经济应该差的不多 虽然说纸面上的补刀数差的比较多 危机这个中野 其实联动性不是特别的高 因为毕竟没有击飞 让亚索去强行的配合 所以说 对了 除非他恐惧到了之后 亚索正好有风自己吹 对 所以这个危机的这个中野的话 配合干可能力真的不是很强 嗯 颜鹊这里已经是六几了 孟岩也六了 看两边打野的第一波大招要给到哪儿 看到了 这边看到了 怎么说 海可这边的话还是想尝试 把自己红拿下来的 哎回血了差一点点 而且这波随后的啊 真好眼未看到了 那这样的话 海可没有惩戒的情况下 还是选择让掉了 这个红是只能放了 对只能放掉 那老牛和亚索都到这个地方了 就危机的中野联动性不是很强 但是有老牛在的情况下 就弥补了亚索的这个需要击飞的能力了 又来上了 又来上了 又来了 奥迪怎么说 这波还是有闪的 他连续被杠克两波闪现都交不出来 不过奥迪有点意识到危险 不敢去补刀了 选择回家吗 但这个位置回不去的呀 奥迪目前还是意识到危险的 所以说在等兵线回推 是的 但是 要强行来一波节奏 奥迪这边的一个Q技能没有过强 后续想回头最精致 其实他过去的时候可以直接将闪线 刚才奥迪如果一个位移加闪的话 第一时间过强还是有机会走一走的 对啊 这两波 这两波 他刚来上路的时候 基本上开墙过来速度有点太快了 是的 没有果断交闪的情况下 那只能交掉了 因为他第一时间如果是位移加闪 是可以过延续的墙的 对 随着到这边 趁时把水龙给拿下来 但是这条水龙其实 对危机来说收益不是很高 因为危机这个阵容是打团打一波的 这种打一波的阵容收益不是特别高 对于水龙来说 但是先控到一条小龙始终是好的嘛 对 就直直损了 老牛来了 来了 闪线躲风 比较果断 还是保守一些 这盘小段玩的挺开心的 基本上自己家打野想要去入侵的时候 他永远都跟在旁边 嗯 而且还时不时的去中路找找节奏 沿途没有抬到 往后撤 两边的下路都很难很难动的 因为都不是很怕干坑 对的 凯南也是一个 算是比较灵活的英雄吧 虽然没有位移 他一技能加速 包括加双抗 其实 很难死 对 已经很不错了 主要是 SNG这里硬控不多 嗯 而且他闪现又在手上 带着TP 这个时候主动拳还是 下路的主动拳还是掌握在VG的手里 现在苏宁的一个节奏很舒服 奥恩这边的一个装备已经领先特别多了 嗯 对于VG来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我觉得这手小段要站出来 因为VG的下路目前的一个发育的一个环境特别的好 是 老牛可以走动一下 因为老牛不走的话 VG的中也两个人不太好做事情 他这双五速鞋就是告诉你我就是要走的 对 这个时间段的话 苏宁的延确可以各种找机会 但是VG的话 我觉得很依赖老牛的一个右手 老牛这时候需要站出来 延确的话 大招马上好了 嗯 但是这一波 斯维福特离的算是比较近 想要支援的话 是有可能支援过来的 延确不准备走上了吗 主要是他前面连续三波的干客 这个键膜闪现都没用出来 这是最亏的 中路这边的话 纷纷的一个首秀 目前打得很扎实 嗯 从一开始的一个单杀 包括后面的防干客浴室 做的都很不错 那这一波的话 孟严又来了 牛头这边来中路 这边过去一个进场 孟严一个大招 芬严这边很难走了 那这样的话 最终Fairway拿下人头 哦 这一波没办法 因为他被吹起来了 嗯 这波被吹起来 而且芬严这波是没有闪现的 所以很危险 完了被奶死了 刚说完稳 就被杀了 刚说很稳 但是这波是没闪现的 没办法 因为就是他很稳就稳 在上一波 牙所吹大的时候 他把闪现交了 因为当时 如果他被大起来的话 情形跟这一波是一样的 是的 而且孟严的第一个大招 用完了之后的 第二个中间的间隔时间 他就可以安稳发育了 在蹲 炎雀也在 晕到了 晕到了 一手老牛老牛拍大招了 炎雀封路 Snow这边很难走 闪现过墙 但是二段直接杀掉了 是的 后续CAMMAN这边走位 躲掉沿途 成功逃脱 这两波节奏的话 各打50大板吧 中路死了 然后下路也死了一个C位 也没各死一个C位 怎么说 要恐惧到了 恐惧到了 这边恐惧到 直接是500块的大人头 刚触发的致命节奏 这个致命节奏 带的还是很舒服的 所以说这个在野区方面 单打独斗来说的话 孟严是绝对领先的 上路这边 在塔下有点危险 奥迪这边开大招 被动还差一个下 一层被动 终于出来了 那后续的话 打出复活 狼兴这边也 不是很好继续往前了 打出复活之后 直接一个风险沿溪 打掉了这里奥迪的一个闪现 嗯 最终结果的话 狼兴这边也是 赚了一个闪现 很舒服 狼兴这边是很难去碰他了 因为危机这边 中上也全是AD 他出一身护甲的时候 危机三个人的话 还有机会杀 两个人是很难去杀这个奥恩的 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吧 而且奥恩做的是兵权 可以看得出来对线毫无压力 是的 中午 连扯这个蓝也是选择自己拿了 目前苏林的一个优势点还是在于上野 这一盘苏林如果想继续扩大优势的话 上野一定要多脸动一下 这个上路已经把防御塔耗掉了大半的血量了 嗯 但是下路的话虽然我们前面一直在提嘛 就是VG可能下路拿到主动权 不过并没有威胁到苏林的防御塔 而且中路的女刀锋基本上也解放不出来吧 因为隋伏特的下一个大招已经好了 现在隋伏特是很肥的呀 目前隋伏特这个装备的话 其实女刀在中路也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他自己目前梦魇一套爆发 应该至少能打女刀半血 毕竟他只有一双布甲鞋嘛 是的 那后续第一个穿甲装如果做出来的话 飞到女刀身边配合着雅索的爆发是稳死的 不过还好女刀现在还是有闪现 但是他不能被吹起来 如果还像刚刚那种套餐的话 吹起来了之后梦魇再飞 那就算他有闪现也走不了 是的 苏林这边的话 还是想不要下边去打 一起来了 隋伏特这边是有眼看到的 杨杜塔回来没有被秒 反手的话女刀从前梦魇人头 怎么说 宝石的大招落下来 但是后续的话 KU曼先死了 紧接着又宰掉了AD 封墙挡一下 最后只活了一个雅索 这波打了个零换三 随伏特这在脚下一个眼位 自己没有察觉到 确实被打了一个先手 特别的伤 那这样的话 苏林零换三之后 这个下路塔可以推一推了 这波是打了一个大阶段 很慢 主要是刚刚 他那个位置是被眼看到了之后 还是包夹成功了 这就是自己想主动迎战 但是主动迎战的时候 视野没有排干净 对 那苏林这波节奏 打完之后 这个优势就比较大了 对为自己难受了 下路的塔 应该想推的话是能推得掉的 再加上一条土龙 现在唯一一路优势路被推掉了 嗯 下路双人组 共享了这个一塔 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一点吧 就是 对 他们在从河道走过来的时候 这个视野已经看到了 但是他们觉得三个人 一定在这里的话 可以有资格秒掉一个人 并且雅锁已经跟过来了 但是这个时间点 被对面控到了之后 伤害太高 直接把最肥的打野给杀掉了 这波打下来 苏林已经领下4000的一个经济 这个局面的话 苏林就很舒服了 维基现在要做的就是 我觉得 不能一味的去放木了 因为这个 如果一直被动的去在线上打前 不想找事情搬回来的话 苏林目前这个局面 可以慢慢的把局面给扩大的 关键他们这个四一的阵容 上路的建模 发育太差 所以这个时间点 不放木的话 打环也不一定打得过 包括VG的中野 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中野的联动 不是很强硬 不是很强 对 毕竟一个没击飞 另一个没控制 对 除非上一波 就压缩的一个 在线上能吹起来 但这种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 也算是建立在对面 要失误的时候 是的 而且他们如果一位farm的话 打到中期的时候 炎却基本上飞哪里 哪里要死人 这边苏林的双人组 开始抱团可能想推上路 然后再加上一个峡谷前锋 想带节奏了 吸血鬼装备非常的好 他这一团前期被压20刀 但是发育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刚刚还吃了一塔的钱 上了这个塔的话 吸血鬼感觉又要蛋吃了呀 宝石要过来飞一杯羹吗 没有 自己毒吃了 喝了两座塔的吸血鬼 然后再加上一个峡谷先锋 接下来的话 利用这个仙谷先锋 顺利应该是要推中路了 这中路一推野区的东西 就拿不到了 而且他们还有一条土龙 这土龙对于他们中期的时候 控大龙也是一条捷径 雷鸡尽可能的把下路塔推掉 只只损 但是这个中路一塔的话 不好聚首了 所以五个人 再加上一个下五千锋 守不住了 直接让了 那现在经济五千块 还要撞第二头 还想打 这边撞得很疼啊 这一下就撞半线一下 剑魔也过来了 危机这边五个人赶过来之后 还是把这个二塔守住了 18分钟 苏利应是把三座外塔给推掉 节奏来得很快 凯南现在装扁其实还可以 小魔刀配合着破败 还有一双攻速鞋 下路那波节奏实在太大了 就是Swift站在眼下被开之前 只是落后了一千多的经济 那波打完之后局面瞬间打开了 就是那一波打之前的话 只能说有一点点小优势吧 对 而且只有上路的一路 是有一点点炸的状态 但是那一波打完了之后 现在整体的团队经济 一下子就落后了 而且苏宁这个阵容 我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 就是他的这个阵容的容错率特别高 他的容错率高 再加上经济优势的情况下 危机是没那么好翻盘 除非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开团 比如老牛的几个老牛先手 两支三人压缩更大 这种很完美的团战才有机会 而且还是要有限定条件 就是宝石他大招没落下来 对 宝石第一时间不在正面的情况下 对的 要不然就为什么这个阵容容错率高 上路的奥恩开团 配合着辅助宝石的一个保护 大招落下来的话 基本上这个吸血鬼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对面的这个孟颜是没有办法去飞吸血鬼的 对 这就是bug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C位 不怕你这个切C位的人来飞 而且本身炎确实比较怕孟颜的突进 但是 金身已经摸出来了 太可这个出装特别的稳 对啊 他第二剑立马出了一个金身 虽然肥但是一点也不膨胀 是的 打得很稳健 对的 上路狼行这里的话 第二剑选择做了狂涂铠甲 肉的资质也非常的高 而且耗现能力又强这样做 狼行这盘肥的话 他的出装就很舒服 因为他这盘不用出魔抗 对 他出一身护甲的情况下 危机是很头疼 对面真的纯AD 就只有凯南和老牛 有一点AP叔叔 剩下全是AD伤害 是的 而且也基本上都是普攻伤害吧 对 没什么技能 没有什么技能爆发 关键是这些伤害基本上轮不到他来承受 基本上他在前面扛一下就可以了 嗯 准备来推 准备来推 利用优势期五个人一直抱团去扩大节奏 二塔直接放掉了 直接放了 守不了 主要是清兵能力太弱了 他危机这个阵容全是刺客的话 他历史的时候没法去清兵 而且说实话 这个阵容看起来开团手的非常多 但其实真到打起来的时候 他们想主动打是很难的 嗯 你不可能说老牛当着你的面撞上去 或者说梦魇直接掀飞 这个是不存在的 危机目前的情况下 还是尽可能的拖住吧 拖到压缩两件套的时候 因为这个版本为什么压缩的 其实他的整体的一个胜率不是很强势的原因 是因为他这个版本的一个攻击 那个暴击装备都贵了 对 所以说导致他的一个发力期偏厚了一点 老板的压缩如果追求伤害的话 可能第二件直接就无尽了 但是这版本是不太可能 因为无尽太贵了 这版本攻速暴击的那个装备都贵了两三百 然后无尽的话也是贵了 听说对压缩这方面来说不是特别的有 本来一开始绿叉是一个非常便宜的装备 现在也变成了一个中等价位的 是的 也贵了两百块 嗯 哎 危机这边要找事情 来闪现二连 加速这边切不了大招 但是搭车技能挡了刀妹的意 后续恐惧到了那刀妹没了 这边刀妹没了 苏宁这边还是不想放危机走掉的 那谢伟奎也敢过来之后 怎么说后续所有人都赶到了 现在正面没有女刀锋 那后续的话 压缩这边要被卖掉了呀 一个闪现隔墙还是走不了 后续哦 一个大招 然后延缺这边一个风路 SWIFT这边有闪现的 牛头这边选择是反打一下 卖自己 牛头又在卖自己 对只能卖自己 抓死一个卖了两个 好像不太赚呢 主要是第一时间 牛头和压缩的一个combo 是没有接上的 老牛的那个二连失误 对 有点问题 手速可能快了 因为有的时候老牛如果 骑着按得快的话 也会顶出去 按着卖他也会顶出去 他当时如果第一时间连上的话 梦衍都不用开大招 是的 就杀了 那这一波 蓝色方再没有 就是女刀锋复活了 现在女刀锋复活了 再没有女刀锋的正面 直接四人开龙 开龙 主要是这波梦衍是没有大招的呀 TP 建模在下路带线 但是TP过来了 而正面的压锁 这座危机一定不能放 如果放的话是很伤的 抬回来了一个奥迪 怎么说 伤害不太够 差一点 那这样的话 苏妮也是大龙逼团吧 但是逼了一个TP出来 因为他们刚刚如果不开这个大龙的话 奥迪在下路就把黄远台推了 对 看一下上路这波节奏 小段这边是强行的找一波机会 哦这样 刚才是 闪现W一把放了大招 对 手速快了 Q好像还没有按吧 对 连招的一个顺序摆错了 那后续 苏妮的五人包夹 丝毫不省技能 看到活雨的时候 直接吸鬼大招就甩出去了 对 上路带一个塔 小段在旁边守着 目前 维技的一个最强战斗力就是个亚索了 所以说维技这边野斧也是为绕亚索想一直抓单 拖一下节奏 目前 已经这个五千经济差已经拖了五六分钟了 维技现在 再尽可能的利用一三一分带 把金把这个经济一直 就卡在这个五千上 嗯 宝石做了一个号令之旗 这个时候也是想要主动去找一点点节奏吧 嗯 下一条小龙已经生出来了 现在是一个土龙 土龙的话第二条土龙是被苏妮给拿到了 所以说这条如果控到了的话 对他们 Rash大龙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是的 亚索还在上 要去上路代谢 所以这条土龙的话只能放掉 目前 苏妮这个优势特别大的情况下 维技也选择一个比较理智的放资源 如果这个时候维技想赶紧 着急把资源给拿回来的话 有可能就崩盘了 这不太好拿 这个时间点他们如果被开导人的话 苏妮就可以直接打大龙了 是的 这边要拖吧 维技拖到压缩有了无尽的时候 还是打他的时候有机会的 但是现在只有一个放风大剑 离无尽还有点距离 离无尽还有三分之二 这还 这边 孟严和亚索又要抓芬芬 芬芬这边是没有闪现的这一波 不过队友离的都不是很远 确实不是很远 延确实可以直接大过来的这个位置 都在上半野区 宝石也在 而且苏妮在野区把尸业给做得很好的情况下 又要逼中路 中路高地 所以说V7的中野在上路的话 也不敢做什么动作 炎确一个大招直接开过来了 这波压缩是没有闪现的 沿途没有抬过压缩 这一波的一个先手是 打了一波伤害 是的 有一个棋子的兵 但是这个棋子兵 扛不住 这边野区的东西是清一下 把基本能拿的都拿走 而且因为下半区什么都没有 而且下路的兵线也是在往VG这里推的 建博现在没有办法去担待 他只能跟团 因为一旦他去担待的话就直接打进来 小段这边是没有闪现 秒了大招开出来了之后也是脆的好像一张纸 确实没有办法 在劣势局的情况下做事也是非常危险的 对了 那这样的话 小段不在的情况下 这个高地孙女是要尝试上一下的 郎青一马当先往前逼走位 本来这没啥开团 又死了一个最关键的控制 亚索只封到一个 这边不需要进场 我今天闪过来要杀奥迪吗 推出去了 亚索在人队里 亚索在人队里 亚索这边的话开启大招也无济于事 那这样的话亚索 没了之后这个中路的水晶 孙女是可以尝试推掉的 这个中路肯定是交了 直接把防御亚推掉 水晶也可以拿 孙女这个阵容容缩率实在太高了 太高了 你看打起团来保时一放大 感觉危机就没法去进程 对了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 其实有聊到的一点 你可以玩套路 但是最好不要每条路都玩套路 就是 VG这个阵容 可能全是战士 但是这几个战士有点太脆了 而且也存在的联动性 也没有苏宁那么好 其实危机这个阵容的话 选出来第一时间是没有毛病的 因为这个阵容的话 如果优势的情况下 他这种砍刀对优势的情况下 滚血行动力特别强 那他的风险就和他的收银成正比 他劣势的情况下确实非常难道 没有观点 他确实联动能力没有苏宁那么强 本来选了一个孟严 可能说想等级高一点的时候做事情 但是对面的阵确在你六级之前 就已经直接把上路打通了 这就是实际你所期待的 阵确在这个版本打野的一个位置 是在哪里的 就是因为他很容易配合现场去gank 尤其是现场有控制的时候 延续就能体现出来他的伤害了 就那一套爆发 确实这一盘 延续针对奥迪的一个gank思路 也是做得非常成功 奥迪还是 怎么说呢 比较年轻吧 因为最近的上场的次数确实特别少 这一次 这一局打完之后 应该是要加强一下他的一个反抗可预示 老牛这地方怎么说 好像有点危险 被晕到了 晕到了之后 野兔技能全吃 那你走不掉了 对我离得太远了 闪现这边的话可能也会留在手上 这边一个闪现 他这个闪现死亡闪现肯定要死的 其实不交就好了 毕竟这个阵容老牛的 就是如果他们想打团拼死一波的话 老牛的闪现二连还是很重要的 这波速灵套路了一下 就是假装第一时间给你牛头的一个希望 就小段这边 给了个假希望 对给了个假希望 管人不能动歪脑机烈尸的时候 这边上路二塔拿下来 经济将近突破了一万了 也不急嘛 找到一个缺口 把大龙打了 两年上单都有GP 危机正面的轻变动的时代太差 所以直接强行的去点塔 甚至不想打大龙 直接就推了 是的 很实过分 直接上来打 暈到刷新QG的 这边很危险 后续波路落下来 落不下来了 纷纷这一步有点飘 这边大上来火雨 逼出了吸鬼的一个雪池 后续还能继续往前追 而且回雪了 不能追了 不能追了 这一波 苏宁的话 退的也是比较及时的 纷纷有一点上头了 他如果一开始 晕到了这个海南 不上去的话 这波他们是稳稳的推的 稍微一点上头 因为晕倒之后 他Q回去之后 也可能再往后退一下 但是他二段 他第二个刷新Q 也是Q上去的 他想直接描死 他想直接秒掉开南 但失败了 对 稍微有点上头吧 觉得自己优势特别大 嗯 没事下一波就不坏了 出的都已经做出来了 是的 不过这一波 VG虽然打退了 宿宁 但是实际上 是没有打出什么东西来的 下了皇城PK 奥迪这边血线非常的差 这个好像并不能打得过 甚至都没有掉血 复活打出来之后 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奥迪也只能 尽可能的去拼一下 但是 装备实在差太多了 这一波单吃了相当于 是 确实 拿行这一盘 前面就提到过了 他优势的情况下 出一身护甲 VG是很难去处理他的 你像他这个反甲 冰拳 配合着狂徒和一个布甲鞋 对 真的打不过 怎么得有300多护甲吧 人家四个成装 你只有两个 是 就算是就是英雄打到后期的时候 会有一个强势点 但是装备上还是差太多了 看奥迪在泉水的情况下 直接尝试RUS大龙 打龙的速度特别的快 有TP 但是复活时间太久了 小段这边的 前面吃了两次 是也不敢低身去做 那这样的话 苏宁成功拿下了大龙 这要扛推了直接 Snow这边尽可能的弥补一下 差距把火龙给拿下来 但是苏宁拿下大龙之后 再加上 两个号令之旗 如果正常节奏的情况下 这么大的一个优势 有可能就破三路 虽然号令之旗 这个时候没啥用了 但是他们 经济的领先 十打十摆在那儿 而且雅锁 虽然说已经做出来了无尽 不过这个无尽 出的时间点有点太晚了 整体的一个经济实在差太多 嗯 有一个还在等他的 上路水晶 这边苏宁也没有管下路这个线 我感觉苏宁是想尝试把水晶拔下之后 直接接团的 不管下路了 那直接尝试把中和上的一个水晶推了之后 有可能想逼团 直接要秒这个活雨 活雨大招虽然开出来 但是自己也死了 直接被跟出去的人杀掉了 正面 奥迪和老牛再打两个 Snow的话直接打出了 春哥吗 两边的一个正面伤害危机 真的差太多了 这个没得打呀 直接闪现晕住 后续的话 Snow这边也被秒掉 苏宁也没办法了 也副想独活了 那这样的话 苏宁是成功打了团灭之后 那应该是要一波了 对的 这一场比赛的话 苏宁基本上在中期奠定比赛节奏之后 完全没有给机会 就是恭喜苏宁在这个BO3当中 率先打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这一盘不得不说hiker的一个节奏 在前期来说打得太完美了 真的完美 主要是他成功针对了对手 一个需要站出来C的那一条路 虽然说 Syftor在中期的时候 想要帮助亚索建立中路的优势 但是那个时间点 已经太晚了 是 而且阵容方面来说的话 苏宁的容速率实在太高了 因为 危机本身是选了一个 三至四个刺客的这种阵容 对的 比较怕这种容速率高的阵容 那看一下一个伤害面板 伤害面板 主要是这打野打的输出太高了 其他位置倒还好 对 这盘苏宁的上野是完全占了出来 对 上野 然后下路的话 虽然说前面这个凯南有占一点点小优 不过那一波反包夹 反包夹的时候把自己的三个人头送出去 顺便送了一个一塔下路就爆了 这就是这个版本下路的一个生态 就是你下路有一点优势 不是特别重要 还是要看中野大哥的脸色 对 还是要看大哥的脸色 现在下路是次指的 对 这个版本的中野 如果哪方顺起来的话 你编路优势不是天大的情况下 很难去带起 对 而且现在中野一旦拿到优势 或者说上野拿到优势的话 峡谷资源比较好控 就是你基本上两边的河道迅捷线 然后还有小龙 峡谷先锋 这些基本上都是优势那一方能够拿到的 那样雪球越滚越大 包括等级和装备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就会出现这一盘的情况 就是你下路有点优势 没用 上路 中路都爆了 而且这盘素尼是打得特别的稳健 完全没有给维基机会 所以说接下来下一盘的话 也希望维基能把心态调整好 也是跟这种有一定的关系吧 就是一开始有提到的 就可能说选择这种容促率 相对来说比较极端 比较低的这种 对 就是比较极端的这种的话 在这个版本并不是特别的吃香 为什么现在看下来的话 BP里面前10 有一手非常稳健的 就是奥恩这一盘狼行拿出来的 因为这个英雄在当前版本 能够提供一个 其他人所提供不了的 非常远程的一个控制 而且主要是奥恩也是 我们LPL赛区的奥恩 也算是一个招牌了 其他赛区的奥恩 好像也不是那么的 也没有杀伤力 也没有那么有杀伤力 对的 而且因为下路的一个生态改动 我们先看一下 MVP当之不愧给到了 SNG的打野海克尔 这盘KDA是627 参腾率65% 而且伤害打得很高 出装思路方面的话 也是没有给机会 就是很多打野选手 可能觉得自己 就是特别大的情况下 可能出装就比较的追求输出 但是这一盘Hacker的话 他在这么顺的情况下 第二剑第一把出错了中央 虽然没怎么见他亮小金人 但是 最后一波亮一个 但是确实是稳健 如果不是他 这一盘出小金人的话 可能说中期的时候 SWIFT的FETA两波 节奏就断了 而且我们在前的时候 有聊的就是说 Hacker之前打的 都是什么扎克 这些英雄 猪妹 或者是肉装的皇子 全是那种石草型的打野 都是石草型的 结果今天一亮相 直接拿了一手炎却出来 其实炎却之前 虽然说也是放不出来 不过真的像LCK那边 有人放出来的话 打的也是中路 并没有说直接拿去打野 但是他就拿出来打了 而且打的效果非常的好 成功针对 为什么奥迪我们说他崩了 就是因为第一波 Gunk完了之后 没给你喘息的机会 你来到上面的时候 蹲在草里已经很久了 来了就直接杀掉 连续两波 让你闪现交不出来 前面七八分钟 感觉Hacker就住在上路了 对啊 住在上路了 直接围绕着上路 把狼型给打碰关了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点讨论的 就是有说到 狼型虽然说上线很高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 打的也有点平用 但是真的是 如果没让他打 这盘被针对的情况下 可能奥迪在防Gunk 第一次方面 确实需要加强一些 对的 因为在打 哔哩哔哩的时候 奥迪在面对AJ的时候 川普的打野好像 不怎么在上路做文章 但是这一盘的话 苏妮的打野 是不是要上路打的话 确实也是看得出来 奥迪在被面对 针对的情况下 还是稍微的 需要加强一下经验 因为一和有人帮 还是不一样的 对 如果你能轻住 一些东西到上路的话 相信两边的上单 都是可以打出carry的效果的 所以说下一盘看看 是不是SWIFE 都要换一下英雄 如果说换一个那种前期 节奏的英雄的话 可能自己家上单 不会这么惨 这一盘的话 我觉得和SWIFE的关系 不是特别的 他选这个英雄 前期帮不了人 对 因为他前六级的话 很难去帮 而且我提到的一点是 孟也在这盘的话 和线上的一个联动性很差 他和中野的很难去联动 然后上路又崩了 然后下路的话 只能和下路去联动 但是下路对方 是保持一个气鬼 保持气鬼 六级之后来不了 然后六级之前的话 他很努力的过来帮了 帮了一波 但是只能打出来一个闪现 对 不过SWIFE他有一波 就是比较致命的一个节奏 就是在站在自己的一个 草里的一个眼位 就是下路那波反蹲 对 那一波真的是 前期最重要的一波节奏了 真的 当时也是沟通上的一点小失误吧 因为中路的牙索过来了 可能就觉得我们也是四个 他们也是四个 就突如其来的 本来我想准备打一个先手的 我怎么在自己草里被打了一套 对啊 没办法 草里有眼 对吧 下次蹲人的时候 这个眼位的扫描还是很重要的 那刚刚也是收到消息 下一盘的话 苏妮选择的是蓝四方 也是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准备到下一盘对决